我們在這裡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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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沒有希望我們在這裡的地方 因為 那個地方 雖然不是小月的 小月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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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它是一個氣 它是一個氣的 所以 同學有時候會有上下 上下的地方 它就屬於卡掉 卡掉 那個地方 通常那個是不像人家的地方 所以我們不要宣傳 不要宣傳 那個人不愛我們怎樣 它是打到的 那是我們 就這樣巡農脈 就把智能卡到那一個 去到那裡 那不是不一樣 那個智能 沒有打到的 那個是我們 按摩哥 按摩哥 有什麼動作 有做那個努力的話 他去的不愛知 有一個努力 有什麼努力的努力 那就是要讓 有緣的 我們去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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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個節目 那就是 那是參訪的一個教堂 在巴林附近 那個教堂裡面 有一個紅風 摩摩哥 有一個 都沒有 這就是 那就是 走一走 那 那個中心 會有一種神聖感 有一種神聖感 有一種神聖感 說不出來的神聖感 然後他階級的上 這個神聖口其實就來自閉氣 當初在那一座教堂 他就把那個穴場的中心 就放在那個穴宮的中心 當大家慢慢慢慢接近穴宮的時候 有在那種教堂的風格 就能給神明去往時來就把快 進入一個神聖口 進入那個神聖空間的感覺 當你接近那個穴中心 你的身心都調整好 都調整好 然後最後你站在那一座教堂 就接地氣 接地氣能產生的那個神聖感 然後接近上去的那個感覺 其實就是來自你的靈魂接的力氣 所以從這個地氣的觀點 可以去解決哪個事情 然後這個是運作的真實的實體 當初那一個設計穴宮的人 他的想法 就是讓大家在走穴宮的時候 然後還有慢慢的神聖下來 因為很多人一直在走穴宮 你要配合人家的角度 前面的人走慢你不可以超越他 所以你會慢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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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 到了一個中心點 那是一種 那是一種暗示 一種暗示 但是你到了一個中心點 接近上去 所以那樣的氛圍 就讓你去感應到自己 所以做這樣設計的人 他不一定是 不一定知道那邊就是一個人 他不一定 但是在某一種引導之下 就天人合一啊 某一種引導之下 就引導他去做出了這樣子的設計 就像某一種引導之下 讓他在那個地方埋下 一個不同的石頭 永恶感永住 所以就得益的 所以在台灣的廟圍裡面 常常見到像這樣 類似這種圍 所以我剛剛講那個是一個教堂 那台灣 有一個教堂 有一個教堂 他雖然沒有做 那樣的一個神聖光天的石頭 但是 那個教堂的氣場 也很奇怪 萬金 喔 大家那邊 真正接到那個很強大的地氣 萬金 那個不錯的地方 在萬聯 萬聯 萬金天 一百多年喔 有一個人其他的聖在夜靈 我剛剛有提到萬金教堂 那個開山路那個天主堂 1月15號上午好像有一場 那個講座 就是一個作者寫了一個 韓三萬瑞士的那個作者 寫了萬金教堂 這個家屏教堂的書 剛好要在那個開山路的天主堂 好 有興趣大家可以去聽 我那天有去屏東 屏東 喔 幾點啊 那天主堂上來跨台 然後那個屏補座上來跨台 都沒有啊 可是 他們卻選擇在屏東 屏東屏 屏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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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走到這裡 走到這裡已經接近少年了 這就要從這裡來 因為台灣銀行專家的德化堂 專家的德化堂 然後我們差不多去馬峰廟 就是在德化堂這裡 有條妹的 它是雙威高桶的結束 所以那邊是那個 它不是很大的蓄圖 但是也算是有靈氣的地方 算是有靈氣的地方 然後從這裡開始 這邊是德慶溪 福安坑溪 這邊是德慶溪 這邊是德慶溪 然後這邊它已經接近了舊嶺 所以我們剛剛走到這裡 這岩浦它高冰起乎不是很明顯 但是一來到這邊 它就開始不明顯 這個地形脈絡不清楚 這些都不會開花英雄 都不會提出密尾 這是一道山脈 很清楚的 這一定是一道山脈 然後這一道山脈就這樣連到 舊嶺 舊嶺之後就是福福的主趣 是的 是的 謝謝 好